在烈士幕,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的13位欧洲警察兄弟白花,为革命烈士献上花篮。 他们参加的红色穿越之旅欧洲警察中国万里行活动是由意大利和平摩托车协会发起,往年曾穿越过北非、中东、南美洲等地,而今年则在中国穿越浙江、湖南、贵州、重庆等15个省市, 预计行程一万两千公里。7月2号,他们从浙江出发,一路走过来,重庆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前到过中国其他的一些省市,直到来重庆,感受到这边的红色文化,然后非常值得来。 离开重庆后,他们的下一站是成都,将代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为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同胞,带来欧洲人民的问候和支持。 重庆太记者报道。